我們在半年代在台北查到的非主主文 就是用品的案例 未來防非主主文的用品 入到台灣主要求保管壓制 對提前提起的航空快遞報告 出發出內臟人工的產業 促成保管控的工作量和該島 該島的報告不可能停通不得 對現在保管壓制 今天主要的記者費 說在整天安嚴的疫情 嚴重度讓鄉多幾等的審法 要求政府相關大陸要提出訪問 不可以等變作非主主文的特定的犧牲品 進入輸入獎項 給那時的測試體驗 我們不是更多主文的發揮 我現在都是犧牲百分百 那我導致了我現在公司整個都停擺 因為我大陸大陸的大陸的戰所 對我公司已經不相信了嘛 那我沒辦法我也沒辦法通關 那所以說導致了我現在貨物全部都流失了 那等於說我公司現在目前就是停擺狀態 不管跟菲律師仲郭靖明說 經濟政府年條罰關非主主文促詩 太加作化幾起 不過政府儘管省家雄 也主要幾品正確認得出發 通年頭五萬年不敢再做事 不必要進入法罰關的納稅 應該是你要去查這個進口人啊 為什麼來查我們報關業者呢 有什麼違規違章 有實名制的人 你就要去處理你的違規事項 不是來做進口人 不是我們報關人 來做你進口人的一個代罪羔羊 這才我要說明的地方 我先對負負中控下過關 取消問題 報關公費的四種郭靖明說 兩萬全球先進各家 做法用中控下來通關 來入法快遞負負通關的環境 那以取消案的方式 過關人工殘驗 是對湊慎通關的時 白了當成 不但想想回到台灣 報關業者的行程 和可不想向到報關業者 同人工的身份 想想辦法不以重視 業者的工作牽涉 看看新報道安泰 頭顯報通